这边是总裁跟人发的这个信息 我给大家念一下 杨总下午四点在M市电视台发布会 已经安排妥当 杨博斯说 好的 我已经在去电视台的路上了 但我把发言稿 落在了办公室 你帮我带过来 怎么进办公室呀 在感应区上摆放与字母颜色 都对应的瓶子就行了 感应区 这吧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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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瓶子 OK 对了 私家侦探找到了吗 然后这个秘书说 还没有 那个自认为球打得还不错的新同事 还在努力调查 这个实际上是说明 有一个球打得不错的新同事 网球吗 这有一个 也可能是篮球 篮球吗 我们也是 我们三个 还有你 我不会打球 我拍车 我没脑子 不行 我吃饭 你们搞吧 你们真的都不吃吗 滚烫的 你等我 这是一封信呢 看看吧 我们来连你 我看你 你还没有脑子 做什么 你还没有脑子 就是 你还没有脑子 都不吃了 你还没有脑子 就是 他把脑子 就就不吃了 我跟着脑子 不是 脑子 把脑子 拿起来 打起来 那他刚才又讲了 给我一个机会 我将加速人类的进化 然后他的理念是 群体记忆是可以被改变的 封闭环境可以消灭人类的情绪 人类的自由意志并不存在 这个杨博斯在研究一些东西 来吧 先边吃边那个吧 吃个东西 吃个东西 猴子 吃饭 你们把肉都吃完了呀 这边都有呀 还有呀 碗在哪里 碗在呀 那你在桌子上呀 对 你好紧张啊 你不要 千万不要这样说 你刚刚到了A点了 你不许 我们去看看 往前走 咱们先往前走 好 去 走 亮哥 你刚刚不是 你不是在A点了吗 你来这儿干嘛 我因为那个人要追我们 他们俩 他们俩往这儿走了 我就肯定往你们这儿走了 我顾一下 谁闹想得最多 大家想一想 谁 我没办法 这条路太难走了 Alan 你厉害的喽 你们谁玩得好谁玩啊 我就哭发言了 发言都又被怀疑 这有点复杂 等我转一下 有点小复杂 我已经晕了 我已经发现 没有给我身份 我也没有接到什么指示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 我肯定不是 你不是 一共搁六个 五个人都说自己不是 我们现在理顺一下 我们所说的侦探就是 来看这个公司的 发现这个公司有问题的 是不是有点跑偏 大家都 最终我们共同的诉求目标 是逃脱这里 那个侦探跟我们的本质利益 是不冲突的 侦探也是好人的 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 焦点在说找到谁是 就真的这个不重要 而且你相反 你要保护这个人 对 侦探是我们要保护的 卧底是我们要查出来的 按照刚才这个信里面说的 这个公司的老板请的那个 调查侦探的那个人 他自认为打球好 自认为 最明显的 我们仨都打篮球 然后呢 我是从来没有自认为打得很好 远远好像也还好 我也不需要 这里面你平时最爱炫耀这个东西 问题是没有说打什么球 对 还有一个打网球 打网球你平时有展现出过 这种东西没有 我虽然网球的确打得不错 但是我不叫自认为 我的确打得好 那基本上就你俩 一个网球一个来 我才说了我的确打得好 我好歹是拿了北京式的 叶宇祖的 那就自认为自己打得好吗 那就自认不自认 所谓的自认 没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不承认 他自己决定是